所以说咱们需要一个二分类 这个二分类咱们通常用的就是这个逻辑回归 这个逻辑回归比较简单 简单给大家概述一下吧 其实要讲的就是这个SIGMOD函数 这个SIGMOD函数咱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取值范围吧 取值范围首先对于它的一个X相当于它的一个输入 对于X来说它是从富无穷到正无穷区间的 然后它的一个Y值是从0到1的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输入它是取任何时数都是可以的 然后输出是0到1 0到1像什么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0到1区间是不是跟咱们通常所说的那个概率差不多 咱们概率不就是从0到1的吗 所以说这个SIGMOD函数相当于什么 它相当于是可以把你的一个就是组合完的一个得分函数 或者说组合完的一个输出值映射成一个概率值 相当于做了这样一件事 那这个SIGMOD函数它的公式是什么 公式很简单就是这个GZ 这个GZ等于1加上1的负Z次命分之1 那这个Z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Z想象成它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入 就是X时候的一个输入 输入什么呢 比如说我指定一个参数是θ 然后呢指定一个输入是X 现在把它指定成这样一种矩阵的形式 就是说输入参数有个θ 然后呢咱们输入有X X跟咱们的θ先组合完之后 组合完之后相当于给它映射到我们的这个SIGMOD函数当中来 映射完之后呢 我通过这个SIGMOD函数得出来什么 得出来的是0到1之间的一个值 比如说我一个1输进来得到一个值可能是0.75 那这个0.75表示什么含义啊 表示的是啊 比如说它是往左指数走的一个概率 还是往右指数走的一个概率 得出来的是这样一个概率值 就相当于是它是一个正立的一个概率 或者是它相当于是一个负利的概率 比如说啊 我说这个0.75 它是一个正立的概率等于0.75 那负利的概率等于什么 负利的概率不就等于1减去0.75 不就可以了吗 那现在啊 我是不是得出来了 就是说 对于一个二分类任务来说呀 咱们的一个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它的一个概率值啊 这个就叫做一个logistic regression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逻辑回归 然后呢 那个那个 那这个逻辑回归跟咱们softmax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啊 这个softmax它就是一个多分类的逻辑回归 相当于啊 是把咱们很多个逻辑回归组合在一起了 就变成这样一个多分类的任务 一会儿啊 咱们就会看到了 那这里呢 谢谢大家啊 大家先需要知道 咱们sigmod的函数 输入啊 是任一个值 把任一个值都会映射到咱们的一个0到1的区间上啊 0到1的区间上 就是相当于是正利0.75 负利呢 1减0.75啊 就可以了 这就是咱们一个逻辑回归啊 它的含义是什么 那下面呢 咱们这些东西啊 是不是都有了 都有了之后啊 咱们就来看一下 关于啊 这个continue啊 back of words的一个模型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首先呢 咱们的输入层 输入层没变吧 输入层是咱们的上下文 咱们要把上下文当中 每一个词向量 先进行一个处置化 就是每一个词 咱们刚才不是说 它大小是一个VM的一个向量吗 先给它写上的都是一个M 然后呢 中间啊 中间有一个投影层吧 投影层相当于是 把我们的一个向量 做型的组合 N-E乘M吧 然后最终啊 咱们是有一个输出层啊 输出层咱们先不看 先看上面 输出层上下文语量吧 然后呢 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注意点 词向量啊 我们只是一个副产品啊 就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想得到的是 每一个词的一个向量 但是呢 这些词的向量 它只是一个副产品 因为正产品是什么 正产品是我们的一个参数吧 在这里是不是 神经网络当中啊 层和层之间 有很多个参数啊 所以说呢 在咱们这个 在咱们这个 Continue Back to Words的 神经网络模型当中啊 咱们要得到的是它的参数 但是呢 要得到参数的同时 我也希望把它的词向量 给它得出来 那么一开始的情况下 词向量是一个随机值 然后呢 要随着啊 咱们的一个训练啊 不断进行更新的 相当于 我这里更新两个东西啊 一个更新的是 咱们权重参数 这里的C套 另一个呢 相当于啊 是我们的一个向量 这里的M的当中的 每一个值啊 都要进行一个更新的 这是啊 咱们的一个输入层 然后呢 有输入层啊 咱们还有投影层 投影层啊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啊 咱们一个向量 给它加在一起 输出层 那这个需要咱们来 着重来看一下吧 输出层啊 就是说 我想得到的 对于这个上下文嘛 我想知道 哎呀 最终有可能输出的 这个W是什么东西吧 那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作一个多分类的问题 那看作多分类的问题 我们来看吧 这里是不是 它构造了一个数模型啊 构造了一个数模型 是什么含义呢 咱们举个例子来看 举个例子来看 是比较清晰的 咱们先 这个例子 咱们在举例之前啊 先说一下 就是在咱们哈佛曼数当中啊 嗯 一些含义吧 比如说啊 这个含义不用记啊 因为下图当中啊 也有 咱们就先了解一下 不用记这个东西啊 指定一个PW啊 PW就是说 从咱们的根结点出发 到W这个词啊 对应的一个路径啊 以后会用红色线给它发出来 LW呢 就是说这条路径 这条线上 包含节点的个数 PW PW 一直到这样最后一个词 是不是说 每一次我走啊 都会经过一个节点啊 哎呀 这个就表示 经过着每一个节点 然后呢 在咱们的哈佛曼数当中啊 是不是 有一个编码啊 你左边是0 右边是1啊 所以说 对于每一个节点来说 我们都可以给它指定一个编码吧 咱们用这样一个地址啊 DJW表示着 咱们路径PW当中啊 DJ一个节点 它对应的一个编码 是等于什么的 C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CMOD函数啊 在那个CMOD函数当中啊 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参数叫做C C C是要我们要求解的 所以说 这个C是我们的一个参数 那下面呢 咱们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吧 这个例子就是说 假设说呀 我现在有一个上下文 就是说 比如说 哎呀 世界杯 世界杯上我们踢足球 随便举个例子吧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它是不是 呃 有一个语调库啊 语调库当中 可能是很多个话 然后呢 我就想预测这样的东西啊 上下文是什么啊 随便一些上下文吧 然后 我想最终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足球啊 这是我最终想要得出来结果 这个足球 那我们来想一想 呃 对于我们的一个 很有article Sort Max 是不是说 在这里 哎呀 上下文 最终你想分类出来一个模型 分类出来得出一个结果 让它足球的概率是最大的呀 这是我想要的结果 那怎么办呢 哎呀 在这里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了 在这里啊 是不是说 我要构造这个哈佛曼数啊 构造哈佛曼数的时候 哎呀 他也这么想 哪些词出现的频率高 我把高频词往上移呀 高频词让他最早能走到 所以说 可以 使我降低的我的一个计算量 也可以呢 让他这个词啊 他的一个 权重高一些吧 所以说在这里 比如说 我这个词 哎呀 他是比较高 所以说我这个词 我放前面了 那在这里相当于什么 第一次判断 哎呀 判断了一下啊 这个词 他是不是我呢 然后咱们往下走 第二个 比如说 我又判断了巴西出现次数比较多 我又判断一下 是不是巴西 那么第三 最后一次呢 我判断一下 哎呀 是足球还是世界杯呢 就是说啊 咱们HeroArticles 相当于是 咱们借助了 这个哈佛曼术 来去做 这样一个二分类的任务 我们看 每一个节点 它都是这样一个二分类吧 那这里呢 我们来看 我们也可以指定啊 就是一个正列和一个负列 比如说 我说啊 咱们的一个 我说咱们是往右走 它是一个正列 我说往左走 它是一个负列 比如说 假设啊 往这边走 它是一个正列 往左走 它就是一个负列 那第一次啊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最终 想要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 是足球吧 你想要得到最终 结果是足球啊 你得保证 它能够走到足球吧 那首先啊 你就底线看 哎呀 怎么能走到足球啊 从这个哈佛曼术啊 它的根基点开始 我先往左走 再往右走 再往右走 再往左走 通过这样一条路径 我能达到最终 我是走到足球 这个位置了吧 那走到足球啊 哎呀 它是怎么走的 不是就是一次 就走到足球吧 它是一次接着一次去走的 所以说 咱们要一次一次判断 那咱们就来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啊 一直判断到足球 第一次啊 我们来看 对于这样一个 对于这样一个分类来说 我们可以就把它当成 这个soft math吧 然后第一层的soft math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 哎 我往左走了吧 它是一个负列 那对于正例的概率 不是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sigma 它的意思就是 相当于咱们刚才指定的 那个sigma的函数 做这样一个概率值 正例啊 是不是它自身啊 就是一加上 一的负z次密分之一 只不说z啊 等于x xθ了 所以说啊 咱们这是有一个 正例的概率 然后呢 它是分到了 这样一个负列吧 所以说 第一次是 1减去这个 它的一个 等于正例的概率值吧 这是我第一次走 第二次呢 第二次啊 在第一次基础上啊 注意点啊 第二次什么 第二次是 在我第一次基础上 我又去走了 所以说第二次 我们来看 又分到右边了吧 分到右边 它是一个正例 所以说第二次 我在做分类的时候 只需要知道 哎呀 在第二次 只需要知道啊 我在第二次 分到正例就可以了 所以说 在第二次的时候啊 我给它 分到了这样一个正例 那第三次呢 第三次又是一个正例啊 第三次 我们来看 每次啊 它的一个 就是每次 它的一个 Cit都是不一样的吧 只不说 W还是一样的 咱每一次啊 第一次CitE Cit2 Cit3啊 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 第四次 我们来看 第一次次 又给它分成一个负列吧 那在这里啊 我们最终 怎么到最终 一个label是足球的 先是负 负正正负 相当于是 左右右左 所以说 最终啊 我想得到的结果 就是 在我contest 是足球 它就是足球 一些上下文 输进来之后 我想知道 最终的结果 是足球的情况下 那怎么办 这块是一个累成吧 因为 它是分了好多次啊 第一次 我们要把第一次 乘上第二次 再乘第三次 再乘第四次吧 相当于啊 每一次 要把这四个值 给它乘在一起 那么这个东西啊 就叫做我的一个 HeroArticle Soft Math 为什么用这种形式呢 刚才给大家解释过了 用哈佛曼术啊 一个好处 以及呢 它本身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啊 就是啊 咱们的一个 continual back of worth 它整体的一个架构 是长什么样子的 在这个架构当中啊 其实是比较重点的啊 就是关于这个哈佛曼术啊 咱们该怎么样设计 以及呢 在哈佛曼术当中啊 咱们一次一次啊 该怎么样进行 这样一个分类的 好